我在一起的對象是 我想要就是送給她一個好的禮物 10萬塊的包包 重點是 我存款只有 一買 那過沒多久 我只剩2萬塊嘛 我就真的沒錢了 然後 跟女朋友借錢 評審團 點賭 你這太簡了 你這太簡直了 老師聽起來那麼理智 是會被愛情衝昏頭的類型嗎 會耶 因為 我其實也蠻多 就是不好的經驗 然後我之前就是有一個對象 然後其實我們一開始都 很甜蜜很正常 然後每天都會見面那種 但交往不久後 她突然有一天就開始變得很冷淡 然後就說她很忙 然後反正後來呢 我就是有聽聞說 她跟某一個女生 走得很近這樣子 然後反正後來 而且後來她 太壞了喔 不要跳起來 她跟我冷靜了一個月 就是整整一個月 我們沒有訊息 沒有見面 什麼都沒有 但是她也沒有提分手 然後我就被擺在那一個月後 分手以後我就 有聽到她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哇 哇 真的嗎 已經重複到了 這個概念 對 可是因為當時我一直覺得 還有機會 所以我就也不會想說 要去跟她逼問什麼 或者是找到什麼證據 我就覺得還有機會付 我講的故事是以前 我還年輕的時候 然後現在我的稱號是千金沙馬 可是這個不是最近的事情 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 我在一起的對象是 比我還賺錢的對象 所以我每次跟女生在一起 都是比較辛苦 就是因為你男生有愛面子嘛 就是要吃飯什麼都要我拿出來付錢 可是我那時候很窮 那個女朋友的生日的時候 我想要送給她一個好的禮物 那時候我就買了 十萬塊的包包 十萬台幣的包 十萬台幣喔 十萬台幣的包包 三十萬日幣喔 對 三十萬日幣 可是重點是 我存款只有十二萬台幣 一買 我就花十萬直接 硬買 然後就送給她 結果她真的很開心 哇 真的很貼心 很感動這樣子 可是呢 過沒多久 我只剩兩萬塊嘛 我就真的沒錢了 然後 然後我就 最後被輸 你借多少 十五萬喔 就先過 先量過生活的量 評審團點頭 而且 我很熱情耶 我這麼窮還硬要買包包送給女生 可是不 慢慢來 你就是愛錢的啊 你直接吃了啦 你直接吃了啦 來 不是 你憑什麼加那麼多納豆啊 對 我們以為會有很多 你哪來自信啊 我以為這個故事女生會感動啊 沒有 沒有啊 犧牲自己耶 誰會 愛錢怎麼會用錢咧 有人把女生想太心血了 他們很現實 比我們還現實的 你不要吃這個 不要吃這個 你錢無錢買了 你錢無錢買了 怎麼會你啦 你該不會腦羞成怒了吧 你不要怕 你還有孫生你不要怕 對 我也是錢的故事 男生買禮物給女生很有心 可是如果當你知道 他買完以後 存款剩兩萬塊 應該會很擔心吧 會覺得男生理財官你有問題 這樣代表男生為了 你可以付出一切所有 我願意付出一切的概念 沒錯 那你要跟你朋友借錢啊 喔 對 哪裡 欸 不要跟他媽媽 進語道過 對啊 我要講的就是 憑我這樣的長相 我那個學生時期 我在追一個大學的校花 怎麼可能的故事 對 大概會覺得怎麼可能 不會吧 因為那個校花呢 不只人長得非常漂亮之外 他功課還很好 然後那時候呢 我本身的數理也是滿好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修為積分 然後呢 他是這個班上的這個算是 自優生嘛 然後我是那一堂課的 那種小老師 然後那時候老師就出了一題 很難的算數學 出了出了出 出了出的時候 然後出到一半 然後他就問現場有沒有人會 然後那個女學生 當然是我們那個最正的校花 他就覺得 我一定會嘛 他就舉手 他上去解 解完了之後呢 那個老師就看著我 因為他知道我知道答案 因為他其實是寫錯的 然後那個老師就問我說 立東 你講 他這個算是怎麼樣 然後那個女生就看著我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有一點糾結 我到底要不要說他算錯了呢 於是我考慮了很久 我就說 老師 他這個算是 他算是我女朋友 全場大家起來拍賞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女同學 那個最正的校花 就跟你們一樣 面無表情 讓我相當失望 於是呢 我又做祭出了別的追求的公式了 因為我知道呢 我那時候經過這個女生的廁所 我跟他們在奇蹟叔叔在討論 我聽到那個校花 他是基隆人 嗯 他最喜歡吃什麼了 他突然想到他小時候他阿公 一定會買給他一個叫 基隆的螃蟹羹 於是我就聽到了 我就好 我就從台北 一路從台北 騎到基隆 然後去買那個螃蟹羹 然後想說買得很順利嘛 然後呢在回程的路上 因為天雨露滑 車禍 摔出去了喔 然後呢 當然有一些像你這樣的人民眾 對… 但其他那些民眾他是熱心的 他是過來拍 你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我就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他說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螃蟹羹 然後呢他說就在這裡啊 我手抱著螃蟹羹 我整隻這邊的手 整個袖子破掉 我在流血 然後呢 他說你要不要去醫院 他說沒有我要先去一個地方 我就騎車這樣半起 去換螃蟹羹 他用左手吹油是不是搞錯 對 這故事是假的嗎 我就這樣騎 邊流血 騎到那個女生家裡 然後呢叮咚就按他的門鈴 然後他就說 怎麼呢 因為我全身都濕的 然後呢 然後我就打開 他說怎麼樣 我說這是你最愛的這個螃蟹羹 然後他拿過去 哇你人真好 然後他說哇你好貼心喔 你這螃蟹羹上面 還記得要加我愛吃的紅醋 但那不是紅醋 是我流下來的血 是人的樣子 跳高音 跳高音 這就是紅醋的螃蟹羹 好 我講完了 精采了吧 說一下女生的意見 我剛剛他們心裡還在 才在內心很旁 震撼 他們沒有吃過血的螃蟹羹 帶血的螃蟹羹 我覺得那個數學題 我覺得蠻感動的耶 因為你 你知道我算錯 可是你沒有講出來 然後還跟我告白 我會覺得蠻感動的 但後面那個 隨晶晶啊 隨晶晶 他怎麼會想 知道我想要吃螃蟹羹 在廁所外偷聽這件事情 會有點疑惑 你邏輯不對嘛 這你 你怎麼會想要知道我怎麼聽到 而且我聽到他還知道 我也想到這個問題 你是熱的那個 你是在偷看的時候 你在女側喔 我臉面 你還洗洗鼠鼠 你有沒有聽我在講故事 然後你就是騙太 對啊 你躲在女側 所以我帶假髮 怎麼樣 很多的客人到店裡 都會跟他開玩笑 熟客 說他們只要剪瀏海就好 為什麼 因為剪瀏海的話是站在 正前方 面對面 坐好 側面 面對他嘛 好 預備 幫我們示範 剪瀏海 對 剪瀏海 我幫你拿著 那個眼睛 那個眼睛看哪裡 因為有時候在剪客的時候 我站在前面 他們就不敢看我 對 只敢看下面 然後他們就去看一下 我就說來 頭抬高 然後我要剪的時候 他又不好意思 還有頭低低 我說等一下 看這邊 看姐的 我就這樣直接講 就我 真的喔 我每天都會來剪 都是比較熟的客人 熟的客人才會啦 就是 弟弟啊 就會開他們玩笑 他們很開心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可以直接告訴你 我覺得我瀏海有點狀況 沒有瀏海 老師也想剪瀏海 老師也沒有瀏海 不要開玩笑 我從今天開始回來 說瀏海 只留瀏海 後面還是光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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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